Hello大家好,这里是娱乐热榜,为你每天带来不一样的娱乐世界,首先,请给小编点个赞吧! 努力的胖迪,一路摸爬滚打地走到了现在的位置,已经可以跟自家的老板杨幂停起停坐,还是当下炙手可热的一线女星,任嘉伦的周生如故还在热播中,续集一生仪式也被大家期待中,还有很大的可能一生仪式到时候会直接接荡周生如故播出,而此前,任嘉伦也刚刚收官,在讹厂播出的不说再见,任嘉伦在大唐荣耀里的表现不错,也是大唐荣耀开始打开了自己的路脉, 并且经过自己不错的演技,得到了一定的认可,担任了锦衣之下的男主,合作的女演员也是演技被大家认可的,人缘也不错的演员,而在郁娇继之与君出相识的路透照中,热巴的妆容和装饰都很好看,很适合热巴,把热巴的眼给呈现出来,之前有人说,自从三生三世之后,就没有再看到了适合热巴的装扮,但是,此次的郁娇继之与君出相识的装扮很适合着, 热巴,安乐传里的扮相也很好看,热巴在里面,给人的感觉很惊艳,而迪丽热巴的新剧一步接一步的有消息,迪丽热巴的努力没有白费,热巴前途无量,可期,有人看完郁娇继之与君出相识后的路透照,觉得任嘉伦的发量,发际线太让人羡慕了,任嘉伦一袭白衣,半扎头,给人一种公子世无双的感觉,欢迎留言。 那么对于这件事,你怎么看呢?欢迎留言去留言,评论,订阅,加关注小编哟!